大家好,欢迎加入智能解读股票密码频道,今天我们会讲一下为什么影子银行可能是最大风险来源,影子银行又是什么? 大家记住要订阅不要错过新资讯,影子银行是什么?影子银行那些不是银行但又帮企业,是融资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金融机构,例如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务基金等。 据报道,有些监管机构人员,银行家,资管公司人员和前央行官员,说加了息率之后,影子债务和他们与贷款机构的联系变成人家担心的主要原因。 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的董事长Martin Greenberg和贝莱德·Blocks,US的董事长Larry Fink都在最近呼吁加强审查, 现在,非银行金融机构即是所谓的影子银行,特别是货币市场基金和金融投资人,在企业融资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贷款机构的重要性就流失了。 他们担心的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银行业的监管收紧,令到私募股权公司和其他机构可以大量获得延价贷款,但是债务之间的关联缺缺乏足够的监督。 虽然每笔贷款的数额没那么大,但是就会以这种方式堆积起来,如果银行或其他信贷提供者突然撤资,投资者和借款人可能会蒙受损失。 牛津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Youtufik Filippo说,轻微的经济下滑和加息率,会令到一些企业违约。 这些企业的私人债务提供者就会陷入困境,而这些私人债务提供者例如基金等等的银行就会陷入困境。 负责监管的美联储副主席,被认为是多德·忽兰克法案的替造者的麦克尔·巴尔·麦克尔·班林,有问题的不是银行,而是影子银行,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 鉴于影子银行的扩张,面对世界经济是2023年将金融系统推入一场新的危机风险,巴尔说,我们应该担心,非常担心。 不透明的信贷形式已经出现在私人市场这个月头,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提供融资的硅谷银行倒毁了,就引起人对这些潜在威胁的担忧。 几日之后,陷入困境的瑞讯同样向基金经理提供了各种形式的信贷额度。 虽然这两家银行的问题都不是由债务引起的,但是那些人担心,如果这些银行没得到救助,他们可能会引发更广泛的危机蔓延。 一位前英国央行官员说,为硅谷银行储户提供担保的决定引发了那些人对围绕这家银行构成的系统性风险更广泛因素的担忧, 和银行不同,私募股权和信贷基金,在危机中受到保护,因为他们的投资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承诺了资本。 不过,另一位前英国央行官员说,那些人对影子银行是怎样影响金额体系的潜在问题和弱点一无所知,令到监管机构都感到担忧。 据另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近期的动荡可能会导致对全球影子银行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其中包括私募股权公司、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提供的信贷。 这个意味着要确定在金融危机之后,风险从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移出来之后最终流向去哪里。 这位知情人士还说,监管机构都希望审查银行在另类资产繁荣时期,向收购公司发放的贷款会带来什么信贷风险。 为了帮手发现潜在问题,英国央行计划今年首次对包括私募股权公司在内的非银行贷款机构进行压力测试。 美国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在2月曾经说,他们会考虑非银行机构作为具有系统重要性机构是否值得加强监管, 以及将会将非银行金融机构重新列为2023年的优先事项。 欧洲央行副行长Louis De Ginders上个星期日警告说, 非银行机构在低利率时代没了很多风险, 随着货币政策的变化,潜在的脆弱性可能会浮出水面。 最后,要提醒大家,本节目所述的技术分析方法充公参考, 部分资料根据智通财经apps及附图证网站提供, 并决力提供准确而可扣的资讯,但不能保证绝对无误, 资讯如有错漏而令各下蒙受损失,概不负责。 同时,节目内容紧作参考,并不扣成要约,招揽,邀请, 投资涉及风险,各下再作出投资决定时, 无请运用个人独立思考能力,如因节目内容相关建议招致携失, 概与本节目无关。